陪著外婆後診 小女孩因患有多動症和自閉症 總是閒不下來 慈濟志工陪著她玩 這裡是位在加拿大多倫多的 天才服務中心 當地的非營利機構 慈濟從去年春天 開始定期來做中醫醫診服務 我們天才服務中心 主要是幫助那些 有特殊需求的小朋友 很多人是有 比如說有自閉症 有智障 有腦癱 多動症 這次非常感謝慈濟 來我們中心醫診 希望這樣的一種合作模式 下一次我們可以繼續 這些家長要照顧這些 特別的小朋友 相對的也要付出 比其他的家長來要更多的心力 所以也希望能透過這次機會 能幫助他們這些弱勢家庭 在身心上 我相信他們應該都是很需要幫忙的 時針的除了慈濟人醫會的中醫師 也有六位剛從漢博中醫系畢業的學生 很高興有慈濟的一些疑症的活動 讓我們可以參與和練習一下自己的陳證和推拿等等的各方面的技巧 漢博學院中醫系是加拿大第一個成立中醫系的公立大學院校 2018年也跟慈濟加拿大分會交換合作備忘錄 在加東成立中醫門診與教學中心 學生可以前往慈濟中醫門診實習 有需求的學生更能申請獎學金 學期結束前的這場舒適餐序 好幾位中醫系學生期待能盡快實習 圓滿新醫救人的初衷 大愛新聞 珍珊美志工 黃淑芳 珍月群 加拿大報導